救護車鳴敵趕到現場 地面上車殼碎片 噴飛四散 幾名年輕人待在原地 似乎被嚇得不轻 救護人員看到這景象也傻了 驾驶失去意識 紧急送醫後還是回天法術 而同車乘客一人當場身亡 另外一名還在醫院觀察中 警方事後抽血檢驗 發現肇事的陳姓駕駛 酒測值換算下來高達1.27 轎車明顯變形 經下車查看後發現 一名倒在馬路邊 以及兩名在車內受困 酒駕自撞 燈桿連同基座 整個被拔起 看得出來撞擊力道不小 十八地點就在南投魚池國中前 十六號凌晨四點半左右 根據了解肇事的一車三人 參加公司員工旅遊 四十人從台中來到熱月潭住宿 晚上聚會喝酒 疑似酒不夠 三人開車到超商買酒 結果 自撞路燈 釀成兩死一傷 那曾經駕駛人 那酒車只為1.27毫克 那由九二駕車一個情勢 原本開心出遊 沒想到黃糖下渡後 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恐怕也讓家屬難以接受 三選無魂與正常的徐雙雲 南投場報導